大家好 这里是零嘴体说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下 如何在Windows系统上 安卓安卓TV或者GoogleTV 这样可以在不影响电脑的使用情况下 额外获得一个免费的智能安卓TV 现在我就去电脑上 给大家详细演示一下吧 在开始前按 首先我们需要打开零嘴播上这个地址 这边文章地址就这个了 打开以后 南京往下拉 在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安卓Studio 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运动的软件 它下方有不同版本啊 到时大家可以跟自己情况下下载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 那么你只在底下方下载按下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它默认是英文的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安装包给它 当录下来 我们底下载 打开以后 它这里有一个条款协议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下拉 南京我们底下方有一个 我已阅读并同理上的条款协议 勾选好以后 南京我们底下载 这个安装包总共有900多张啊 南京把它当录下来 我们点击下载 很快就可以下载完成了 好 下载好以后 南京我们双击打开它 进去安装一下 南京我们点下一步 这里我们默认勾选就可以了 点击下一步 安装路径 我们给它放到这个C版下就可以了 当然也可以自己修改 南京我们点下一步 这下一步就可以了 好 它现在完成了 我们直接点下一步 点击Finish 打开以后 这个导入设置 我们可以默认就可以了 就不用导入了 我点击OK就可以了 进入以后 这里它问我们是否允许 谷歌收集我们的使用数据 这里一个选择允许 或者不允许都可以啊 选择好以后 那就我们点下一步 这个安装模式 总共有两个 第一个是标准安装 第二个是自定义 我们选择标准安装就可以了 那就我们点下一步 然后这里让我们选择主题 另外风格 第一个是黑色的 第二个是白色的 这个大家可以跟自己 二号软件选择就可以了 选择好以后 把节目点下一步 然后节目来看一下 单线设置 这个我们可以不用修改 我们直接点下一步就可以了 到这一步的话 来看一下它这里面 就是条款协议 这里我们同样需要 接收它的条款协议 选择第二个 接收就可以了 勾选好以后 然后节目点Finish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它开始下载 并安装B2的安装包了 这个安装过程是非常快的 好 安装完成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Finish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了 这个控制面板了 然后节目点下方 有一个更多选项 在展开选项卡里 那节目选项里面 有一个SDK 一个Manager这个选项 打开设置页面以后 然后节目勾选前面 这三个选项 就是最新版本 安装实习这个版本 把前面这三个选项 给勾选上 勾选好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OK 点击OK就行了 这样的话它开始下载 这个SDK这个安装包了 这个下载过程 可能需要点时间 我稍微等一下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 那么一定要提前做好 这个全球科学上网 否则的话 它是没法下载这个安装包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个下载链接 都是来自这个谷歌的 下载完整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Finish 下载安装包完成以后 然后节目再点击 上面一个更多选项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里面 又新增了一个选项 就作为一个 虚拟硬件设备管理器 然后节目点击打打 打开以后 然后节目点击上方一个 创建设备 进入这个设备选项以后 然后就我们可以选择 这个设备这个分类 比如像第一个是iPhone 然后就平板 VROS 台式机 TV等等 因为我们需要安装这个 安卓TV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一个TV 就可以了 但是在TV这里 它有三选项 第一个是1280x720的 这个分别率 然后第二个是4K 然后第三个是1080p分别率 这里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情况去选择 如果显示器是4K的话 我们选择第二个 这也是目前里面 分别率最高的选项了 当然如果能显示器 分别率是1080p的 那就选择第三个就可以了 选择好以后 在右侧可以看到 这个具体的分别率 这个仓数 4K是3840 乘一个2160的 然后这样我们 底下方一个 下一步就可以了 到这一步的话 它需要我们选择 这个系统的印象 这里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 就是这个X86的印象 展开以后 它下方有四个 这个系统的印象 第一个是安卓时尚 它是谷歌TV的 然后第二个也是 安卓时尚 它是安卓TV 然后下面两个是 安卓的第12版本 这里你可以根据 自己喜欢的先选择 比如我们可以选择 第一个 安卓最新版本 GoogleTV 或者是第二个 最新版本的 原生的安卓TV 都可以 这就选择第一个 选择好以后 然后接下来 左侧有一个下载按钮 就这里了 把它系统的印象 给它倒下来 它这个总共有800多张 我们先稍微等一下 可能需要一分钟左右 好 它现在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点击Finish 这样的话这个系统印象就下载完成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下一步 到这一步的话 它需要设置要设置要设备的名称 这里你可以制定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它命名为这个安卓TV4K的 后面写上零度就行了 这个分辨率我们就不用改了 那下方这个安卓这个系统 我们也不用改 当然如果你想尝试一下这个安卓TV的话 你到时候可以把第二个选项 这个系统印象给它下载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们就不用管了 然后下方这个图形设备 我们选择里面这个硬件解码就可以了 加快速度会更快一点 这个设备框架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关闭掉 然后接下来我们点下方这个显示高级设置这里 打开看一下 打开以后 然后接下来往下拉 这个网络速度的话 我们选择就可以了 下方有一个启动模式 第一个是个能启动 第二个是快速启动 如果是快速启动的话 它会进入到上次退出保存的界面 这一键大家选的第一个就是能启动 然后接下来往下拉 在下方这个CPU选项这里 它默认是四个 这个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去选择 一般四个就足够了 然后下方这个内存这里 1536MB 大概是一G内存所行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MB改成这个GB吧 就是一G 下面都改成GB吧 这样方便我们查看一点 然后第二个是相当于这个安卓虚拟器动态分配内存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一个MB 我们给它分配为这个50MB就可以了 然后下方这个存储空间大小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为这个10GB吧 当然如果硬盘比较小的话 那么可以把内存储空间设置稍微小一点 比如说5GB也是可以的 这就设置为10GB吧 然后下方这个166这个Manager这个大小 我们把它设置为1GB 设置好以后 然后下方就不用管了 最后我们点击Finish 这样的话这台安卓虚拟器我们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然后接着我们点右侧有一个启动按钮 我们给它打开 这就开始启动了 我稍微点一下 它现在真正启动这个Google TV了 好进入以后 现在我们需要登录一个Google帐号 我们点击添它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我们登录我们自己的Google帐号 输入这个邮箱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Google TV了 右侧这里有一个空置面板 第一是开关机按钮 然后第二是声音调节 第四个是截图 它可以把当天页面镜截图的 看吧 它会把页面镜截图到桌面上 然后下面是个放大按钮 然后第四个是显示边框 第六是进入平板模式 第七个是Home接 然后第八是全屏掌势 如果想进入更多设置的话 那么第一次上下点 就可以看到更多设置选项了 像是代理的高级设置等等 大家如果想体验一下原生的安卓TV的话 那么可以把它关闭掉 关闭掉以后 然后键面底上方编辑按钮 打开以后 然后键面底这个劝击按钮 因为它第一个 我们刚才安装这个Google TV 如果想安装原生的安卓TV的话 那么可以选第二个 我们先把这个TV这个系统倾向给它下下来 这样的话才可以下载这个原生的安卓TV的 这个系统倾向总共是700多兆 它现在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点击Finish 接着我们点击OK 那么点击完成 现在我们点击启动看一下 看有什么区别吧 它现在已经开始启动了 这是原生的安卓TV的启动界面 进入以后我们可以通过键盘的上下转 用手游键来进行操作 我个人感觉 这个原生的安卓TV 它流畅度要比这个Google TV更好一点 大家可以试一下 如果你退出的话 你可以点击上方一个退出后面接就可以了 当你关闭以后 如果你下次需要打开这个安卓TV的话 那么只要在搜索栏里 搜索这个安卓66就可以了 找到以后 你最好把它固定到这个开支屏幕 或者把它固定的任务来就可以了 这样你下次打开之后就方便了 打开它就可以了 打开以后 然后底下下方有一个更多选项 然后里面这个虚拟设备 打开它就可以了 然后再次进入 就可以进行其中一个安卓TV了 到时候在里面添加更多的APP 任何的安卓应用程序 你都可以在下面进行其中安装